好的 宁亲 罗彭特是今天 也就是星期三在北京说这番话的 他将在北京与中国官员举行会谈 纪念美中两国于1979年元代正式建立邦交 内阁罗彭特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 一道观看了美中两国选手的一场乒乓球比赛 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发生积极变化 两岸关系发展 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 开始不如和平发展的轨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杨毅还谈到 自从去年台湾国民党马英九当选总统以来 我对加沙发生的冲突深感关切 我每天都听汇报并且密切关注内里的局势 加沙和以色列非战斗人员的死亡 使我感到担忧 双方磋商已久的三通取得重大突破 周末包机如期实施 海协会与海基会共同签订两岸空运直航 海运直航 邮政合作等四项协议 实现了直接通航通邮 使两岸关系往来更加便捷 与此同时 双方之间的经济交流互动也更加频繁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杨毅表示 两岸恢复协商以来的实践看 本着先经济后政治 先易后难 循序渐进的步骤 安排两岸协商的进程 有利于积累互信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